好 下一個也一樣 下一個也一樣 在這題是有損耗的 有損耗的 還有看他寫個摩擦產生的熱能嘛 對不對 那我有一個東西往下滑 滑到地上有這麼大速度 我如果原來的胃能有30焦耳 滑下來動能只剩下20焦耳 這叫做什麼意思 有摩擦力幫我損耗掉 10焦耳嘛 你就知道摩擦力做工10焦耳 復工10焦耳 所以就是也是一樣 動能加胃能要等於動能加胃能 那如果不夠 少掉就是有人做復工拿掉了 所以呢 理論上應該是 最高點的胃能等於最低能的動能 但是因為你有摩擦損耗掉就不見了 但是有摩擦不見了 所以最高點的胃能扣掉最低能的動能就是我 被少掉的摩擦力做工嘛 原來有30只剩下20表示 我就摩擦力做工時 做負工時 所以我就把胃能減動能就好了 那胃能怎麼算 mgh嘛 動能怎麼算 1分1mv平方嘛 就往裡面塞就好了 數字塞進去 好 30公斤 機質9.8高度2公尺 然後1分1mv平方 質量30數到4的平方 好理化結束 後面數學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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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巴拉 就1348 所以就表示 摩擦力做工 348 副工 348 所以我們答案選 C 答案選 OK 這就是 沒有手痕有人幫我損耗的狀況 這個也是一樣 沒有手痕有人幫我損耗 質量10公斤滑下來變成8 請問你摩擦力做工多少 跟剛才一樣 然後他為了你好算起見 他的機質用10代 機質用10代比較好算 他就問你說這樣的話 我的摩擦力產生的熱能會有多少 OK 雲車戰界問 這樣子有多少勒 這樣子多少勒 剛才問 美女現在問帥哥 帥哥 25號 還在算 還在算你站起來慢慢算 很簡單嘛就是前面的位能後面的動能 然後不簡單的就是被摩擦力損耗掉 然後機質用10還算比較好算 9點8很難成很難處 10就很好成很好處 你算出來答案 能不能稍微快一點點 這難算嗎 MGH 2分之1mv平方 這樣就解決掉了 而且你可以大概算出第一位就可以知道答案 多少 你說隨便C好了 你說隨便C好了 請坐下 你看到有三位數就知道是A 你如果算到第一位就是2就是答案就是B 因為C就是 C成的0都可以不用處理 然後呢 這樣 剛剛說過了 應該要守恆 動能加未能 等於動能加未能 但是有損耗掉就不簡單 所以 力學能不守恆 兩個相差就是被磨損掉 兩個相差是被磨損掉的 原來有30後來只剩20就表示損耗掉10 所以就把原來的未能減掉後來動能就好 那未能就是MGH 動能就是2分之1mv平方 然後裡面塞然後扣掉然後帶數字 巴拉巴拉巴拉就算完了 所以答案就是20焦爾 這就是簡單的做法 所以 力學能守恆的觀念就很簡單 就是動能加未能等於動能加未能 要做計算上做計算就是動能加未能等於動能加未能 然後 然後 那有損耗就是要 少掉它 後一扣就知道損耗多少 就了解 OK嗎 OK 請寫課堂練習